再来的话 三一三题 三一三题 其实也是动动脑筋 像之前有一个年纪蛮 比较年长的同学 他也是来 他主要就是 他经常动脑筋 因为晚上也也没事 就来学习 OK 那 呃 因为今天看报纸有一个 就是说什么 现在什么什么 得什么 一个老人失智 剩下有15万 然后说几年之后变20万 越来越增加 啊 那我后来想到说 为什么会有失智症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脑筋没用 没用的话就很容易老化 很容易退化 所以应该给老人一些 动动脑的机会 好 上来学这个 其实应该 我相信应该会有帮助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看这一题 这一题就稍微有点复杂一点点 如果没有讲的话 不知道 各位画不画得出来 第一个底部的长度是95 再来我们只知道 这一边是67 这一边是23 这一边是40 我知道这一边 但是这一边的话呢 他又不是水平的 他是28 其实应该是 这边的角度 如果以那个绝对的这个 绝对坐标里面的 这一个角度应该是几度 这边是零度对 然后往这个方向转对 转到这边应该是几度 就是360 减掉28 就是332 那如果你从这个地方转过来应该是多少 -28 -28 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刚好把这一条线 画出来之后放在这个位置上面刚刚好 那你可以发现其实他们有一个关系 这边跟这边的关系 其实如果我今天我要画这一条线先把这个一定可以先画对 再来这个这个长度我不知道这个长度我知道是67 那我们可以就跟画圆归一样你画个圆这边也是怎样画个圆对 那我就会知道说这一条线他一定会经过哪里 经过这个圆的某一点对 那也会经过这一这个圆的某一点 但是我只知道这样子 那我怎么再怎么样把这一条线放过来 其实你可以逆推 你可以把先把这一条线怎么样先画在哪里 画在这里 然后呢用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这一条线 我再把移动过来 移动到哪里移动到这里 对吧 那基本上就是就刚好在这个位置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利用这样的关系呢 把这这一条线画出来跟这一条线画出来 那这个就就就就完成了 好画在这个各位看一下好了 这一题其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首先的话呢我们一样底部比较简单 所以这里的话先画一个95Enter 然后呢 画两个圆 这边是多少67Enter 然后呢空白键重复上个指令 你再按一个空白键 结束再按一下就重复 那重复23Enter或空白键都可以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因为我只知道说这边要画一条40 可是都是切点并没有焦点 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这样子 就是直接先把这一条线画在这里 但是呢我的角度是-28 那-28 一般是怎么样 一般以往我们如果不知道极坐标的话 通常会这样的就是直接画一条线 再旋转 旋转之后 有没有-28 可不可以啊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边画一条线 40 然后再旋转 可是这个方法之外还有更简单的极坐标 极坐标你这边有个设定 有没有 你可以把增量角度呢 改为-28 不过记得你画完之后 你就可以再把它怎么样的改回来 不然的话这个增量角度会一直都是28 那这个-28就是我要的一个角度 或者你可以怎么样 332也可以 因为这个是我要画的一个角度 OK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你就再来点一下线段 确定一下是极坐标 那再点起点 再点角度之后 你会发现-28度332的时候呢 它也会出现一条曲线 那表示说我这角度找到了 找到之后你就输入了 找到40Enter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一条线 那我今天如果说要把它放在这个圆上面 那我怎么知道放在哪一点 我也不能乱放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可以有一个方式 就是可以用复制 复制什么呢 把这个圆复制一下 复制这个圆 空白键一下 把这个圆怎么样 从这个 从什么呢 从这边 复制到这边 有没有 按空白键结束之后 有没有一个焦点出来 焦点不是 两个圆相 有没有 就一个焦点 对不对 这个时候其实 这一条线应该放哪里 这个端点就应该放在这个焦点上面 了解意思吗 有没有 这样来看 其实 这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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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是从 这个 其实这一条线总有两个端点 这个端点跟这个端点 那这个端点 的 是这个圆的 中心点 这个端点是这个圆的中心点 那我可以怎么办呢 再来就是把这一条线 搬过去 搬到这一条 那怎么搬 之前有教过移动 对不对 移动 选这个物件 空白键一下 然后呢 告诉他说 你帮我把这个 端点移到这个焦点上面去 好 等一下 移过去 对不对 再空白键一下 再来的话 我们这部分呢 其他部分呢 再画线 从这边到这边 空白键 结束 按两下空白键 再把这个焦点 再到这个端点 这样不对 那应该是 那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这个来看一下 刚刚应该是这样 两个圆对 两个圆的焦点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两个大圆的焦点 所以这个部分 我把它卡住一下 应该是两个圆之间的焦点 所以这一条线 我把它应该是 移动的话是从 我再把它搬回家 原来在这里 对不对 应该是把这一点 移到到什么 两个圆的焦点才对 这样两个圆焦点的话呢 你画出来 才会是有二十三跟六十七 这边我们来移动一下 再一次 把这个空白键一下 然后从这个端点移到哪里 两个圆 大圆跟小圆的焦点点下去 你会发现 刚好就会在他们的焦点的上面 这个时候呢 你画一个 这地方画过来 空白键两次 再画过来 那这样子 这些圆就可以把它拿掉 就可以把它拿掉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图形就画完毕了 那你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 这个地方标注一下 标注对齐式 你可以确定一下 应该是没有错 因为这样的话呢 他的半径 就会是 就会是我们刚刚 因为这边应该是二十三没错 那这边一定是 四十应该也是没错 这个对齐 这边要抓到那个端点 对 端点 四十没错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特别注意是 复制一个大的 然后大的会跟小的重叠的那个焦点 再把那条线移到那个上面去 这样的话呢 才可以画出我们要的一个这个结果来 OK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在这里 我 二 或 我